歡迎回到我們的比賽現場 那我們現在場上我們看到的就是 台北宇宙公開賽的女子單打八強賽 那麼有現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 中華的女將白小馬要來出戰 中國香港的葉佩妍 那麼在第一局現在雙方 戰場了11比9 白小馬是兩分的領先 今天不曉得 地主的一些 觀眾朋友也特地都到現場 幫你地主說加油 對 那尤其是新北市的居民 如果設計在新北市的話還可以免費進場 對所以有沒有新北市的觀眾 有看到這個機會的話 特地趕快來進場 來幫我們的中華好手來加油 尤其這個場館非常舒服 裡面我想大概只有25、6度的室溫 是 買杯咖啡來這邊看球賽 欸不錯 好像不能帶飲料進來 真的嗎 帶水 帶水 是 那在前半局來講的話 葉佩妍是稍微有一點 急速一點 有幾個球是因為 他認為裁判的一個誤判 而導致他現在一個心情的影響 那當然選手你必須要克服這種誤判的 或者是說 你自己的自我感官的問題 你不能因為這樣子而影響到你自己一個 計算書的一個發揮 可能因為一顆球 如果接下來影響到整個戰局來說 其實那並不是不划算的一件事情 是沒錯沒錯 那你這種誤判來講的話 尤其羽球球速這麼快 你說我們像四線員他一整天 他必須坐在那邊 就是在那邊看這個球 不要說是一般的 連我們自己球員坐在那邊都會演花 尤其是速度還這麼快 難免在那種絲毫之間 會有一點點誤判 但是他們絕對不是故意去誤判你的 所以真的相對像葉佩妍如果在台灣 可能會覺得說有一些誤判的狀況 其實像我們台灣的選手出國比賽 也是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大家耳熟能詳的尤其到韓國 不管是什麼項目啦 牌拳籃球那方面 什麼他都可以看 其實好像看到一則新聞是 料理界的大賽 好像也是在韓國也是有一些誤判的空間 對沒錯 所以球員自己要調適任何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盡量的賽程要做好所有的準備 對 心態上不論是心態或是技巧上 對 即使你今天被誤判了 你有你勝訴的管道 你可以提出一個很正式的一個管道 而不要因為自己的一個生氣 或是說導致一個計算出一個發揮 這樣就不好了 不過今天看起來白頭馬的狀況其實還算是還不錯 對目前來講的話 他一個移動的一個速度啦 然後一個配速啦 進攻的一個角度還不錯這樣子 但是在葉佩妍這邊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當然一個心情影響是比較大一點 所以在白小馬這邊稍微要注意一下 現在並不是說因為你的戰術成功而贏了他 而是葉佩妍他自己失誤給你的分數 好像這一拍又失誤喔 所以常常我們會提起選手 什麼狀態下你是得分 這個球是對方給你的得分 還是你自己進攻來的得分 那你是要能分析得好這樣子 分析得清楚接下來才更有辦法說來應付場上的狀況 對 沒錯 那尤其心智來講的話 對方給分的機率很大 又一個失誤了齁 莫名其妙他就會給你分 對 所以你必須要知道 尤其現在在第二局來講 你自己要心裡調整 就是說 並不是他今天的狀況不好或怎樣 還是要維持自己好的一個場上狀況 而且剛剛幾次的判決 對葉佩妍心情上的影響的確是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對 這球有點可惜齁 這個白小馬這球已經掌握好這個片頭的一個反擊的機會齁 對 現在場上的比數是16比12 白小馬還是四分的領先 是 對 那白小馬這幾年來講的話 其實很可惜齁 他在台灣齁 其實成績都一直保持在前三名齁 那中間他自己也受傷了一陣子齁 這改命齁 哇 在國內成績是相當的突出齁 但是在國外齁 可能受限自己的一個打法或是各方面的一個調適齁 呃 成績就比較沒有像鄭紹姐和戴志穎來的這個 哇 這一次結果 兩位線成都比出了硬的姿勢 是 沒錯 目前這個分數的話 大概已經有九成可以篤定這一局的勝算了齁 希望白小馬自己也不要受到對方的一個心情影響 好好的穩住 是 打自己的球 不要因為對方而影響自己 非常漂亮齁 這個球 這個 繞頭的滑拍齁 讓葉佩妍那個防守來不及齁 感覺到有點混蛋這樣 對 那今天白小馬整體的移動 還有他的一個手法的一個發揮喔 非常的漂亮齁 那又加上葉佩妍今天 呃 對那個場上的一些判決 自己出了一些適應的狀況齁 是 所以 小馬今天的機會非常的大齁 自己要好好的掌握好這一次的機會 捷擂了 那麼機會可以掌握到 第一張中華隊的一個 四場的門票 對 沒錯 其實白小馬昨天打敗鄭小姐 那場比賽對他自己的信心來說 其實增加的非常多 對 沒錯沒錯 出界了齁 看得出來葉佩妍非常的急齁 這個球應該他是十拿九穩的齁 結果還是出界 對 那當然他站的那個方向是順風齁 所以他自己出拍一個推壓的一個力道 一定要掌握好 他現在要求要換球齁 其實順風的場地裡面的力道只要大一點點 但出界真的就是非常容易的 對對 沒錯 所以順風的球真的不是說那麼好來做掌握 對 沒錯 尤其是在比較細膩的球來講的話 你只要稍微大力一點球就飄出去了齁 看 非常漂亮 對 白小馬呢 那第一局是先贏 21比13來擊敗香港葉佩妍 還有超人先 休閒一下這個廣告 稍待一會兒 以後再回來我們的比賽現場 好 好